這一層是號稱日本最辣 地獄及雞辣美食三倍辣度喔 每次怕的啦 我從小吃辣的長大 她想說泡了泡奶油喝了 然後泡了辣椒粉 辣椒奶油一現了 辣椒粉 那關解案呢 我們在那裡都一直認定 都還不錯 大家好 歡迎來到時光女人 我是豆豐 我是Jerry 我是Jero 今天又要吃什麼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 號稱地獄最辣的食物 以及網路流傳的解辣秘方 哪一個最有效呢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些 是我們今天要來實測的網路 流傳的解辣秘方 你誰想出來了 你確定是網路流傳 真的真的 沒有沒有沒有 想像沒辦法上班 以及我們今天的重點 如各位所見 這一個呢 是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的 第一樣韓國代表 辣雞麵雙倍版本 就是你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 拍那個吃很辣的泡麵 然後啊啊啊叫我那種 啊啊啊啊 啊啊啊 還有日本選手 這叫做 Payangu Yaki Soba 玉姬心 哈哈哈哈 貴酒 它上面有寫說 最接近地獄的辣度 對 捏說這個以上是 轟動的日本youtube 解很多youtuber都嘗試挑戰 那我們就 等一下就可以知道 它到底有多辣了 以及 今天的重頭戲 大王麻辣乾麵 重辣等級 聽說這個是會辣到 經營院的程度 不要再打119了 因為消防員已經很不高興 我們今天就 就是試試看 自己的辣的程度 可以吃到什麼地方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就是要來實測 這些解辣的食物 到底哪一個是最有效的 那我們就 開始挑戰了 噢 沒在怕的啦 我從小吃辣的長大了 我媽想說泡泡奶給我喝的時候 你怕我加辣椒粉 屁啊 噢 那麼有自信 我 我還用小辣椒粉 不行 看來我都快死了 不行 噢 第一part我們要搭配的解辣食物是 香蕉 然後這個是 鹽巴水 其實那個測試的是鹽巴 我們但是加水吸噬一下 你確定 加水啊 好 其實原則是15號 好囉 準備好囉 那就3 2 1 開始 噢 我的舌頭開始 我只吃一口就已經在辣了耶 已經開始辣了嗎 他的舌頭 你開始 他的舌頭 我的舌頭 誰的舌頭 我的舌頭 欸那個那個從小喝 喝的辣椒奶長大的 怎麼感覺 已經快不行了 他的麵是好吃 麵的口感不錯 我又是粗的 但是那個辣 在一起 哎呦 才用小辣椒很享受哦 很好吃啊 噢 不行 我要吃要飽了 怎麼樣 我發現你 把它含在裡面 你就把舌頭泡在那個鹽水裡面 會說 啊你吞到就肯辣 他其實沒有很辣 但是辣一直都在 噢 哼 媽媽 那剛才今天 第一道大家都差不多了 辣椒奶已經離現了 辣椒奶 所以 這兩個解辣的食物你覺得 相對 沒有用 相對 沒有用 Gero你覺得呢 你覺得 這兩個比較起來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有效應 我覺得鹽巴水 但我覺得就是那一刹那的解辣 對真的 真的是鹽巴水 就是那一刹那 不辣了 我不辣了 我不辣了 你本來就不辣 你長小孩就在這裡辣 但是我必須說 我覺得香蕉真的 還好 沒有 沒有用 它就是水果 這人呢 這真的很辣 這兩邊要真的很辣 你被辣還要辣 廢話 好 好 反正我們挑戰 你差不多了 好險 你幹嘛 好險 你嚇到我 它是被電到嗎 太多了 重複一下剛才 電碟子太多了 太電了吧 好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挑戰 下一道 好啦 下一個挑戰 這一個是號稱 日本最辣 地獄級 雞辣MAXM的三倍辣度 很強 這是幹嘛的 沒有錯 這是解辣 這個是 威士忌 還有 小美冰淇淋 其實重點不是小美冰淇淋 重點是冰淇淋 趁我的舌頭還有感覺 我們快吃吧 這看起來其實 看起來很不辣 聞起來也不辣 對啊 它感覺就像是 單純的 日常泡麵 還蠻好吃的啊 我覺得我就是在吃泡麵嘛 口粗狂耶 小辣椒 小辣椒 不愧是小辣椒耶 不愧是小辣椒耶 有辣嗎 有啊 我之後要開始了 很痛 你比較安靜 是不是不辣 你為什麼有眼淚啊 辣椒奶加油 我的眼睛在流汗 我先吃吃看威士比 乾杯 乾杯 我剛剛原本沒有辣 他一喝他就 你這樣超辣的 竟然是這一杯酒 讓我流一點淚 吃一口喔 我覺得這個沒有 對 差不多 喔那個 我以為我還好講話 這個厲害的是 他吃的當下 你不會覺得你在吃辣的麵 你就覺得他在吃一般的炒泡麵 然後大概過了5秒10秒 你動作吞下去了之後 那個效用法慢慢發揮 很邪惡耶 這麵很邪惡 很邪惡 我把這個冰淇淋加在這個辣麵上面啊 那個辣麵瞬間沒有辣乾耶 你就會覺得你在吃有奶的麵 就是有點像是 白醬 白醬的麵 真的瞬間不辣 我剛剛就這樣吃 你有沒有看過網路上有人解辣的是加梅蘭滋 他直接把梅蘭滋擠在那個辣的上 我覺得這應該是同樣的道理汁 不過它是冰的而已 那我們就來總結一下我們第二個挑戰的麵 你們覺得這個威士忌解辣的怎麼樣 冰淇淋可以 冰淇淋我覺得還不錯 這算是滿暫時的能輸完 它是緩解 暫時緩解那個痛 剛剛的鹽水差不多 這個挑戰的差不多 那我們就下一個挑戰 挑戰第三個 最後一個 大王麻辣乾麵 重辣的麵 以及我們眼前的這三道解辣的 分別是牛奶 冰塊 以及巧克力 這個大王麻辣乾麵 它在店內的挑戰規則裡面有寫說 如果要參加挑戰的話 一定要先吃過重辣等級的喔 沒錯 所以今天這個就是一張冷票 你們要是挑戰過了 我們就來去挑戰它的超級無敵神辣 我都舉搖頭喔 好我要開始吃囉 趕快吃吧 好看喔 他在怎麼吃中了 OMG 喂 辣椒奶頭香了 辣椒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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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亂斷句好不好 我都只能一根一根的吃耶 你都 加一大拖只能一根一根的吃 我覺得這個是我唯一我會覺得 我好像還可以再試試看 可是要吃又覺得好像不太吃 我剛剛就是這麼覺得 我剛剛吃下去覺得吃下去覺得不辣 然後突然之後覺得說 好像不好的要來了 他就慢慢的串上來 這三個解辣都蠻有用的 牛奶蠻有效的 牛奶跟腳步力都不錯 牛奶好好喝 天堂 你剛剛已經在地獄門口是不是 你有經過地獄嗎 我今天出足好想吃 但我把它乾麵給我的辣是喉嚨的辣 因為它這個辣油真的是 會讓你嗆到的那種 可是吃冰塊它只是 環節你口腔 你不然環節你的喉嚨 我覺得這次的解辣是最成功的 這三樣我都覺得不錯 我沒吃巧克力我吃辣 我再吃一口 好甜喔 它這讓我的喉嚨蠻舒服的 所以巧克力解辣是因為 甜過那個辣 這三樣倒起來呢 你覺得哪一根最有效 對我來講 我蠻喜歡冰塊的 我覺得冰塊很有效 嗯 因為它直接麻痺了 我說用神經 可是我覺得牛奶跟巧克力很不錯 巧克力是不錯 牛奶我覺得沒什麼感覺 牛奶很開心 但我真的怎麼會吃啊 我真的覺得我這次不飽耶 你媽呀 這三個裡面我覺得巧克力最有用 冰塊的話的確是麻痺沒有錯 這三個辣的話 都沒有辣 咦 你比啊 你比這辣到不行還在那邊 媽媽 好看喔 我超 Oh my God 好反正呢 今天的十挑戰是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就是 台北小辣椒 沒有人想幫你接 那關於解答的呢 我們三個都比之認同 巧克力 有個冰淇淋 都還不錯 如果現在是要吃辣的朋友 帶來這兩樣去吃辣 就沒有問題了 或者是不要虐待自己 不要吃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樣 好啦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你們喜歡對我們來說都是莫大的支持哦 所以不要忘記幫我們 按著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訂閱 分享 下次影片見 拜拜 湯匙不是沒有嗎 直接沾著沾著 哈 可以啦 你們才用小辣椒 對啊 哈哈 你喝了還好啊